不是光扭腰 说到这的话 咱们就添一个环节 以前老一辈的人说转腰 但是现在随着乒乓球的这个发展 乒乓球球体的变化 那么需要的力量会更大 那么现在是强调一个什么环节 就从小练的时候 你要注意给他一个观点 是用胯在打球 是引胯顶胯 引胯顶胯的过程 不是用腰转腰 我用腰转腰 你看点我胯可以不动 是不是有的孩子 你感觉他扭屁股 是不是扭屁股 他不是扭屁股 他其实是在扭腰 所以你感觉他扭屁股 这个腰是要相对固定的 那么你的胯是要灵活转动的 是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清晰的概念 我跟基层的这个 喜欢乒乓球的人也好 也是基层的教练也好 今天就是沟通一下这个问题 腰部一定要相对的稳定和固定 胯部可以有引胯顶胯的动作 是这种感觉 他不是 不是这种感觉 你不管他是 你感觉他是扭屁股了 还是动肩了 他肯定就是在扭腰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